《走过低谷,见过高山》 这是一本写给女性的理财心理书 阅读本书会给你和平时不一样的体验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 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权 还有些人不喜欢打理金钱 特别是一些在家的宝妈 认为男人挣钱养家理所当然 那么多女性在一天天的忙碌中 失去自我 处在育儿和管家的焦虑中徘徊 慢慢让自己成为黄脸婆 失去自信 为什么作者要特意为女性 写一本理财指南呢 因为很多女性在理财方面 时常感到困惑 作者在调查女性理财现状时 发现了几个常见的问题 第一个疑问 我无法弄清楚如何理财 我会不会搞砸一切呢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作者认为 心里感到害怕没有关系 关键是你要勇于迈出尝试的这一步 小成本试错 不断去学习 研究和实践 第二个疑问 如果别人找我借钱怎么办 作者建议女性 要学会拒绝他人 在自己的优先事项 与他人的优先事项间找到平衡 第三个疑问 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也要理财吗 作者认为就算是全职太太 同样需要积极地加入家庭的投资事业中 全面了解家庭的财务状况 而全职太太最迫切的 是开一个退休金账户 作者对财富的看法是 女性要自己赚钱 储蓄和投资应该放在首位 女性要不断提高自己储蓄和投资的能力 那么应该怎么管理金钱呢 首先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念 预算和收入都是细枝末节 我们要看到的是全局 全局就是两个字 净值 净值说起来并不复杂 就是总资产减去总债务 举个例子 有一个叫汉娜的年轻姑娘 她有一套贷款买的小房子 价值50万美金 再加上应急账户中有2000美金 养老账户中有3万美金 总资产有53万多美金 汉娜的负债有房贷 信用卡欠款 还有读大学所欠的学生贷款 合计51万多美金 用总资产减去总负债 汉娜拥有的净值是1.7万美金 净值非常重要 她能够让人们全方位的 审视自己的财务状况 并据此做出决定 为什么要精减预算 为什么要增加收入 看重净值 不只是简单的增加收入和缩减预算 而且要看得长远 有没有让自己获得长期保障的根基 日益增加的养老金账户 房贷日益减少的房子是净值的关键 还要关注眼下 工作是否稳定 有没有充足的现金来应对突发的风险 第二如何践行这套理财观念 稳步提升净值 提升净值主要包括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 从长期来看 要夯实财务根基 也就是说提升长期资产价值 从短期来看 要保证足够的现金流来清偿债务 维持正常的生活 我们先来看长期 先考虑长远根基 是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明确目标 在目标的指引下 你才会更有动力 去逐步稳定地让长期资产增值 长期资产主要有四种类型 分别是退休金账户 股票投资账户 房产和自己的公司 这四种类型的共同点 是他们不能立马转为现金 但是通过时间的积累之下 会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作者建议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 和对风险的承受程度来配置 首先是退休金账户 这是作者建议每个人都要配置的 作者鼓励女性优先将注意力 放在养老金账户里 这能为将来的退休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 你有必要给自己设置一个退休目标 当然 这个目标不是要立即就去实现 但它可以帮助你增加储蓄的意识 你会有意识地为这个目标努力 将钱存入到为养老准备的专门账户中去 或者购买年金保险一类的理财产品 第二个要配置的长期资产是投资 这也是作者建议大多数人 配置的一种长期资产 随着通货膨胀 钱会不断地贬值 放在储蓄账户里没有多少利息 但恰当的投资会让资产逐渐累积起来 到底该如何投资呢 低买高卖吗 对于想要入室的普通投资者而言 好的投资方式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标的 然后长期持有它 投资指数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只要入室就会有风险 作者建议进行投资组合 除了较高风险的股市投资以外 还可以购买回报相对稳定的债券 比如国债的风险就很低 以及大额存单等现金产品 类型多样的投资能够保护你免遭下行风险 同时让你在上行趋势中获利 投资组合是可以多样化调整的 简单来说 年龄越小 离退休越远 就可以承担较大的风险 而年龄越大 离退休越近 承担的风险就应该越小 同时 你自己对风险的容忍度 也应当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三个要配置的长期资产是房产 这项长期资产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作者建议一定要量力而行 但对于那些喜欢及时享乐 热衷于消费的人 买房或许能够帮助他们被动地完成投资 对于想要买房的人 作者的建议是 要量力而行 尽量从小户型开始 在买房前 你要充分衡量自己偿还债务的能力 为后续的贷款留足储备金 还有要么你非常确信这套房会升值 要么你要确保自己计划居住至少十年 否则这套房产对你的个人净值没有贡献 因为前面几年你还款中的大部分 都是偿还利息 贷款本金没有减少多少 如果你暂时不打算买房 作者建议你仍然需要储蓄 你可以问问同龄人每个月的房贷是多少 他们将这笔钱还给银行 你可以将这笔钱存入储蓄账户 第四个长期投资建议是尝试创业 当然 这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建议 而是给那些有兴趣 同时又有能力的人 如果你想创业 你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愿望 说完了如何提升长期资产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当下 如何保证眼下能拥有健康的现金流呢 要考虑现金流 其实就是考虑现金的流入和流出 流入主要指职业收入 流出则指的是消费 盘点自己的职业收入 是保证健康现金流的关键 因为你的职业收入不仅要应付当下的开销 还要投资未来的根基 那么 你获得了和能力匹配的收入吗 如果没有 你要考虑和老板谈掌心的事情 或者就要考虑换新的工作了 盘点完收入 接下来就要盘点自己的消费了 消费能带来愉悦 但消费同样能带来账单 如果你无法将消费控制在收入之下 做到量入为出 那么你就不能为自己的 长期资产投入资金 怎样避免过度消费呢 我将作者的建议总结为五条 第一个建议取消掉不必要的固定扣款 作者建议你打开自己近一个月的消费记录 挑出那些很久都不再使用 但一直在定期扣款的消费 第二个建议写下自己过去三天买过的东西价格 然后和消费记录一一比对 这样的回顾 能让自己知道你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冲动消费 第三个建议周末零消费 周末零消费行动 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戒断消费瘾 第四个建议改变消费习 比如说停用信用卡 用现金购物 第五个建议挑出你最想要消费的四件事情 因为不做这些事 会让你感觉受到限制 想放弃整个理财计划 所以我们可以不对它们进行压缩 但其他消费 你要逐步砍掉 作者希望人们能定期盘点自己的净值 做好记录 最终的目的 就是希望净值能够不断增长 最后 总结本书的精髓就是 沉迷于童话故事的女性 容易陷入现实的种种困境中 唯有用财富构建的安全网 才能提供真实的安全感